醒目一响,咱们书记上文 如约而至,今天咱们就要聊聊这大清国的枪 其实我挺担心的,我怕有好朋友误会了 认为咱们呀,这一期呢,是聊一集关于枪械的知识 说实话,您高看我了,这学徒我呀,还真没这本事 我对这个热兵器呀,是一点也不感兴趣 越望高了说呀,我是越讨厌 从哪开始的呢,就从这个枪开始的 这个战争啊,杀人呢,对我而言是一件非常讨厌的事 更何况啊,这枪这种东西啊,自制造 发明出来的衣食啊,就是用来批量杀人的 那有好朋友就说了,那你说的你要讲枪 你既然不讲这个大清国枪系的知识 那你要讲什么呢,咱们是要讲啊 这清朝统治者呀,对这个枪的态度 在这个互联网上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 他们说呀,这大清朝就是自对缅战争开始 在这个枪的问题上啊,才吃了亏 吃了亏之后也不长血 并没在这个枪械上啊,有更高深的发展 这话说的不一定不对 但是咱们就得分析分析这是为什么 要说这大清国它确实是在滇缅战场上 因为这个枪械问题吃了亏了 当时的大清朝啊,八旗兵也好,绿营兵也罢 用的枪啊都是火绳枪 这缅甸军队呀,用的是隋发枪 哎,多数啊是从这个英国人那儿购买的 当时啊,这英法的势力啊,已经深入到了中南半岛 那么说这隋发枪,它就真的那么厉害吗 哎,它是真的挺厉害 大清朝的总兵李全,总兵福德 还有整白旗护军统领扎拉丰哥 还有好几位将军呢,咱们就不在这列举了 他们在这个对缅战争当中啊 都死在了缅军的随发枪下 但是呢,在咱们故事的开始之前呢 我有必要跟您交代清楚 这大清朝虽然在对缅战争当中 枪械上啊,不如缅军吃了枪上的亏 但是,您一定要记清楚啊 这可不是大清军队打不过缅军的根本原因 至于具体是什么原因呢 很多啊,咱们在故事里啊 肯定会给您交代清楚 今天呢,咱们聊的呀,主要就是枪 所以那些个关键问题,咱们先放一放 我想啊,现在您肯定这么认为 这大清朝的统治者,也就是这历代皇帝们呢 当然了,咱们说到这儿啊 就是乾隆皇帝以前的这些君主们 什么顺治啊,康熙啊,雍正啊 他们呀,眼皮子浅 不能与时俱进的改良自己军中的武器装备 是没有见识啊,闭关锁国导致的落后 我跟您说吧,这还真不是 这大清朝啊,肯定要比这个缅甸人的早了解随发枪 一直早到什么时候呢 一直就早到啊,顺治 当时啊,这个前方的将领 给康熙皇帝的奏折当中就曾经提到过 他说这种随发枪啊,是又快又准 也把这个缴获而来的这些枪支啊,运到了北京 意思是说啊,让朝廷啊 仿着这些枪支啊,也做上一批 当时八旗的火急营啊,称这种枪支就为快枪 可是呢,这大清朝廷啊,显然并没采纳这个意见 在这个营中啊,还是用这个火神枪 那咱们现在就有必要讨论一下了 这个火神枪啊,与随发枪到底啊 他们之间的优劣势在哪儿 咱们先说说大清朝这个火神枪 提起这个火神枪,您可别以为啊 它是塞一个炮鸟,点着了之后再举枪瞄准 您说的那个是台杆 八旗兵配斥的火神枪啊,它也是激发枪 它也是要搂动扳机,带动火神 点燃这个火帽上的引药,触发枪械激发 所以呢,要说到这个准确度上啊 如果是一支完美的火神枪和随发枪比较起来啊 区别不大 但是啊,在这个清免战场上的火神枪啊 哎,可就有一个劣势了 通常情况下呀,为了防止这个火神 点燃火帽上的火药 造成这个火花四箭,烫伤射手的眼睛 所以火神枪呢,在这个激发火帽上啊 这么一来啊,就造成这八旗兵啊,先瞄准 然后啊,开枪的时候 再回头,外的就是躲避这个火花 然后,通的一声,飞子出去了 您想想,这样干,它能打得准吗 那要是跟他们比起来 这缅军用随发枪啊,没这些麻烦 各顶各都是狙击手 不但如此啊,这清朝的军邪造班处啊 还取消了枪上的这个望星 也就是没有瞄准装置 所以,哎,八旗兵手里这些火神枪 就更谈不到什么这个精准度了 说完了这个精准度啊 咱们再比较一下射速 其实在射速上啊,清军的火枪 吃亏并不算大 如果都是啊,这个优良的射手 缅军的随发枪啊 应该是一分钟能开两到三枪 枪军的鸟枪呢 也就是这个火神枪呢 两分钟啊,能够开到三枪 关于这个射程啊 差的就更不多了 这据史书记载啊 这缅军的枪支啊 大部分是从英国进口 是这个东印度公司那帮战争贩子呀 卖给他们的 具体是什么格式,什么型号啊 这史料不及被载 但是我估计它绝对不会超过 这英军部队当中的服役枪支 在那一时期啊 英军军队装备的叫赫贝斯步枪 这种步枪啊 它有效射程范围 大概就是在100到150马 合到米呢 就是91.44米到137.16米之间 那八旗军的火神枪呢 当时啊,他们称之为鸟枪 这种鸟枪啊 它的射程啊 是60到75弓 那这一弓是多少呢 一弓啊,是五尺 这弓啊,就是弓箭的弓 有好朋友说呢 跟这个弓箭有关系吗 跟这个弓箭是屁关系也没有 大概其中国古代男子 这一弓部差不多就是五尺 60到75弓啊 合到米呢 就是103.5米到129.3米之间 所以说在射程上 这大清国的鸟枪也没吃太大的亏 那么这亏到底吃在哪了呢 主要就吃在这火力秘籍上了 这火神枪的怎么激发呀 那首先得把这火神点着了 这剩下的可就跟这个随发枪差不多了 它无非呢都是前田装 也就是啊,这个装药装弹呢 都从枪口处 装好了之后啊,举枪瞄准 然后激发射击 可是啊,在这个阵型秘籍上啊 这个火神枪就远远落后于随发枪了 这火神枪啊 这兵与兵之间啊 得留有一定的距离 您想啊,它又是田子 又是装炮药 这炮药呢,肯定就是沾火就着 这两个兵之间的 您别忘了 还有两条啊,燃烧着的火神呢 一旦这火神要是把这个火药啊 引得连了踪了 在阵地上呢,可不是闹着玩的 这随发枪就没有这个担心了 这么一来呢 这前排啊,射击的士兵 人家阵地上啊 能并排三十人 您的前沿阵地呢 哎,连二十人都装不下 所以在火力的密集程度上啊 就不如随发枪了 虽然这不是这个清免战争 清军打不赢的关键 但必定是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啊 那么这清朝统治者 他为什么不发展枪支呢 甚至啊,把已经很落后的这个火神枪啊 还要进行简化 不但呢,取消了瞄准装置 而且呢,就连保护这个射手眼睛的火盖也要去掉 说到此处,咱就不得不提 这和这个清初所提出的立国之本有关系 这大清皇帝啊,要求这些八旗子弟啊 要守住立国之根本 根本是什么呢 他们认为啊,就是国语其社 那这国语是什么呢 这国语啊,可不是这个台湾现在说的那种国语了 是人家这个满洲话 哎,满语 自本朝开国以来啊,咱们没有国语这个词 那国语这个词呢,民国时候有 可是啊,内陆国语啊,跟着蒋先生,他去了台湾了 这大清朝说的国语啊,那是满洲话 那这惹定啊,是和他的统治阶级是满洲人有关系 关于这个旗舍呢 实话讲啊,那旗是旗,舍是舍 你们可别广以为啊,是骑马射舰的意思 实际上这里边啊,那旗呢,是指的是骑马 这舍呀,指的是步舍和骑舍 也就是说啊,是站着舍和骑马舍 那咱们就先说,这是大清朝啊 他为什么不发展这个枪支 本来呢,在康熙朝啊,打赢了雅各萨之战以后啊 康熙皇帝从这个前线来的奏报当中 了解到啊,现在俄国远征军 这帮哥斯克,还有啊 这个朝鲜的这些鸟枪队 用的就是随发枪 这战争刚一结束呢,这康熙皇帝啊 也见着了实物 那康熙皇帝何等之高瞻援主啊 他当然认识到了这个随发枪的优点 也是想啊,大规模的仿制 或者呢,干脆就是从这个西洋人手里啊 大规模的购买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战争来了 什么战争啊 就是这个康熙前三朝撕不完扯不断的和准戈尔韩国的战争 准戈尔韩国的大韩戈尔丹率领了自己的兵士啊 来突袭末南蒙古 这大军呢,已经打到乌兰布桶了 哥现在话说啊,就快到这个河北省的围场线了 眼瞧着这战火就逼近了京师 当时啊,这京师人心惶惶 就好像啊,这杭尔丹的大军呢 很快就打到了北京一样 这米价呀,是层层的涨 最高涨到了一升米三两多 这康熙皇帝呀,派出了十万大军去迎敌 领队的呀,就是康熙皇帝的二哥福泉 乌兰布桐一场大战 虽然呢,跑了这个贼手戈尔丹 可是整个战场的形势啊 还是大清朝打赢了 有人说呀,你提这干嘛呀 哎,不提不行啊 因为我认为这才是大清朝放弃了火枪 继续攻马骑射 这也制军标准的原因 当时这戈尔丹是什么军备 据说呀,有火炮八百余门 欧洲当时最先进的这个随发枪啊 有两三千条 他借助武力的优势啊 又占据了有力地形 他抢占了乌兰布桐山 就在这山顶上 他就建起了一座驼城 什么叫驼城啊 这驼城咱可不止讲过一回了 当年呀,咱们讲乌兰布桐之战的时候 就聊过这个事 前一阵子咱们讲这个大小河卓之战呢 这大小河卓也用过驼城 无非是这大小河卓当时骆驼少 他建不起一整座驼城 他只能是用这个骆驼建起一道防线 据说这个驼城啊 是这个嘎尔丹跟这个欧洲人学的 在欧洲这种战斗的原型啊 被称之为车保战术 也就是把这个马车围成一圈 好像啊,形成城堡一样 这嘎尔丹呢 无非是把这个车辆啊 换成了骆驼 据史书记载啊 当时场面非常壮观 这驼城啊 是数千匹骆驼 俘卧于地 这骆驼背上啊 都架上相躲 上边啊 在蒙上施着谋针 这一下子负责运输的驼队 就成了阻挡来军的防御攻势 那么说这仗的好打吗 不好打 哎,即便是再不好打 这大清的军队啊 还是打赢了 那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这前期啊 自然是用炮轰 后期呢 还是靠的骑射 这攻骑兵冲上阵地啊 向这个阵地射箭 它优势在哪呢 它优势在于这个马的移动速度快 这赶尔丹的枪手们呢 瞄不准 你想那会儿的枪啊 它都没有来附线 它是线弹枪 打固定目标还犯难的 更别说呀 打移动罢了 再有呢 就是装填 都已经到了这个清朝了 这缅甸人引进了 英国的最先进的步枪 也无非就是快的呀 一分钟能发射三发 慢的呢 两发 您可以到网上去搜一下 这个弧射法 也就是这个拇指 高弓强的射箭方法呀 它一分钟啊 它射速是多少 据说呀 这一个熟练的弓手啊 一分钟射出这二十箭 没问题 首先说这乌兰不统山呢 它叫山 哎 可是这地儿学徒还真去过 它无非就是草原上 一个大的山包 这骑马呀 盘旋上去 绝对没问题 并且呀 这大清朝的八七军 练的是什么呀 它就是骑射 一边往上冲 是一边放箭呢 一鼓作气呀 就拿下了乌兰不统山 在这之后呢 从这个康熙朝 一直到乾隆朝 大清朝的对准作战呢 那基本上发生 都是在草原上 这八七兵呢 哎 又是这个盛多呀 败少 直到乾隆啊 是三年 彻底的打得这准盖 韩国 王国灭了种 这八七兵啊 主要的战术 就是骑射冲锋 那他们认为 这枪有用没有呢 还是有用的 这战斗一打响啊 第一件事就是放排枪 一阵排枪打过之后啊 首先啊 压制住了敌人的火力 其次呢 有震慑敌军的意思 您看了吗 他要的呀 是火力 以及密集程度 所以说 这大清朝改进的火城枪啊 他连准性都没有 因为他要的呀 他本身就不是射准 可是到了这个 滇缅战场以后啊 哎 改射准了 靠狙击活着 因为他是丛林战 那不用冲锋啊 这一下子呀 哎 这清军在火力上 吃了亏了 就为了战斗打响以后啊 这一下子的火力压制 所以说 这清军认为啊 还是应该大量的发展火枪 只不过他们要的呀 就是战争开始时候的火力压制 也并不是射准 精准打击啊 还是要交给骑兵和攻守来干 可是当时的大清朝的 造班处的一个工匠啊 需要三十个工作日 才能造出一杆的 质量参差不齐的火枪 所以这质量啊 就不断的下降 工艺上啊 就不断的简化 到清晚的时候 这宫里边用来围猎的火枪啊 也没有那个火盖 而且呀 还是火绳枪 换句话说 那这枪支在大清朝 不但没有发展呢 哎 反而倒退了 无论呢 是这个清蒸准杆尔 还是清蒸大小合卓 这些在草原 以及戈壁上打的战争 清军获胜的方法 主要就是攻马骑射 所以呢 在这一阶段 他们放弃这个火器呀 或者说呀 是轻视这些火器枪支啊 那是完全有道理的 听明白了 我给您讲这些呀 您就能知道 这大清国的皇帝 不是混了蛋了 才放弃发展枪支的 当然了 在中国呢 这枪支 从这个设计发展 以及运用上缓慢呢 也有着大清朝的统治者呀 鸡贼的一面 您想啊 这满洲人统治中华 他是少数民族 统治主体民族 这皇上不傻 他心里明白之呢 这汉人如果要是想造反呢 你指望他们这个 攻马骑射能胜过八骑兵啊 那够呛 因为这个射箭呢 没有一个少年时的 这童子供的底子 我看在短时间内 想在战场上占到便宜呀 那个难了去了 除非您在这方面呢 有什么天才 可是有天才的人呢 他必定是少的 可是用枪射击 可就不一样了 如果把枪玩准了 我看一个农民呢 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就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士兵 你想啊 这鸟枪又是在中国推广了 那成了一支起军 那岂不是展眼之功 所以这大清朝的皇帝 也不可能让枪 这种东西在民间泛滥 这呢就是我个人认为的 这个枪啊 没在大清朝发展起来的 几个主要原因 至于像这个西方人所说的 这中国不发展随发枪 据清朝自己的官员介绍啊 在中国找不到上好的随时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火绳枪虽然射速比较慢 但是它稳定 我觉得这种说法呢 一点都不贴谱 所以啊 也就不给您展开介绍了 因为那会儿的中国家庭啊 几乎家家都有火连 这火连就是上好的随时 那怎么能说这中国 它没有随时 所以才限制了随发枪的发展呢 即便那个传说中姓王的 这个将军呢 真的是和这个英史啊 马嘎尔尼这么说的 那也是啊 这临时就编了这么个原因 那完全是对西方的随发枪 以及他们的这个战略战术 所不屑 所以才顺口啊 就说出了这么句话 德雷今天的故事啊 咱们就讲到这儿 您早歇着 明天啊 咱们是继续开书